来今天来批一个八字 弄一弄镜头 好 这个八字问题 生意很差 经营小吃当 生意非常差 问我为什么 是不是走错路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八字 他的圆命八字 先看圆命 丁刃和天干一个归水 地支 曾有和 止水克 是火 所以呢天干地支呢 都是应运 那么应运是什么意思呢 应运就是说呢 他比较适合呢 就是做一些工作职场的 不可以做生意 不可以做业务 但是他适合一般的工作职场 或者说是政府工 也是非常适合他 但是呢 他就不是做这个 他跑去 就是做生意 经营小吃当 好我们看看他 这个大运能不能进行 经营这个小吃当 这个大运呢 天干 英克十三 地支呢 多一个 贵土 好 当这个43岁 大运一到了 他本来没有财的 但是 大运多给他一个财 所以呢 他会在这个时候经营 小吃当 就是因为这个意思 因为他自己也说 对 其实以前呢 他不是做生意的 他是打工的 但是最近呢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去做一些 小吃当 他是说 看人家做 好像很赚钱 他就跟着做 但是呢 他就做到一大糊涂 为什么呢 因为去年任赢 今年归毛 归毛的话会变什么呢 归毛就是 天干 两个归水 克冰火 应克十三 地支呢 紫水 克四火 紫水生 毛木 克 畏土 才被克 去年呢 紫水生 荧木 克畏土 才也是被克 所以呢 去年和今年 两年 唯一的一个财 都被克掉 所以 他的生意 怎样会好呢 根本是不会好的 因为他的运 首先一个人的运气 最重要 他的运 没有 运 财运 做生意 最重要就是要财运 你的财运 被克 而且天干 又时常被克 你那里可能 你那里可能 生意会好呢 去年 认赢十三 备合 今年 归毛 十三 备克 所以 这两年 他的生意 不可能会好 最后呢 怎么解决 我就问他 这个 生意是你跟谁经营的 他是说跟他的哥哥一起经营的 我就拿了他哥哥的八字来看 结果一看 发觉到原来他哥哥的财运呢 虽然不是太太过理想 不过呢 今年 来讲呢 他哥哥的财运呢 还是比他好 所以我跟他讲 最好的方法就是 暂时 今年 把所有的权利 下放给他的哥哥 让他的哥哥 去处理生意上的所有事情 然后他呢 就是 管理这个 钱财的问题就好 而且呢 他管理钱财呢 也要非常小心 不可以乱乱用 要非常小心的 这个cash flow 不然的话呢 也会出事的 好 所以我跟他讲说 今年你的问题先解决先 其他的明年再来看 要解决问题呢 不可以急 一步一步来 慢慢一步一步来 先稳住第一步呢 才进行第二步 而不是说你一下子帮他看 就跟他讲到长篇大论 因为他现在面对这么大的问题 你跟他讲这样多 没有用的 他也听不进去的 所以第一步 就是先把这个经营权 或者是权利 给他哥哥先 你就当一个打工的心态就好了 然后你尽量配合你哥哥 你哥哥有什么意见都好 要走什么行销策略都好 你就跟着他的话走 先是这样做先 然后明年 我们明年再看 好 所以我批八字的视频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